女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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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只要能让那个女人 得到应有的报应 多少我都愿意给 哥 小哥 你听到了吗 你听到了吗 我妈妈是被陷害的 是有人陷害我妈妈 不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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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什么会有一段新的录音 为什么 不可能 小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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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心 没事吧 没事 没事 不好意思 不好意思 没事 别在路中间 对不起 姐 你叫我什么 姐 这么称呼你很不适应对吧 可是这就是事实 我们流着相同的血 所以才会这么想象 所以才会这么有默契 所以 我才会这么喜欢你 其实我很庆幸我们这种关系 是 这样 我们就可以像普通的姐弟一样 无论发生多么大的争吵 我都不会担心你会离开我 因为我们永远是姐弟 我可以永远 保护你 照顾你 照顾你 其实这段时间 我明白了一个道理 我们的人生 我们是控制不了的 就像刚才 我们来 我们差一点儿就死了 但是我们现在好段段地站在这儿 我妈还活着 所以学会接受现实吧 接受什么现实 陆云比已经听到了 真相打败 我妈是无辜的 你为什么不能接受现实 同意我妈翻案呢 要我同意你妈翻案 除非我死 否则永远不可能 为什么 为什么你不能放下仇恨呢 放下仇恨 你们所有的人都说得那么轻松 可是我呢 你们有想过我的感受 要我放下仇恨 除非 我爸妈能活过来 除非 这所有的一切 都从来没有发生过 否则 永远别想 永远别想 是他把我老公抬到陆中间的 是他害死我老公的 可我明明看到 是你老公推他的呀 我说是他就是他 我 我为什么要帮你撒谎 替你做伪证 是他 如果你不执政他 我就会说 我老公 不是被人陷害的 是被你的车撞死的 我看你到时候怎么办 我可以答应你 不过我不能白白替你做伪仇 你不就是想要钱吗 我 我给你 好 只要能让那个女人 得到应有的报应 多少我都愿意给 这是当时 我妈妈遗落在现场的 不知道什么原因 阴差阳错的 被小可的妈妈拿到了 苏教练 苏教练 现在你相信 我妈妈是被冤枉的了吧 怎么可能是这样 苏教练 不管我妈妈对也好 错也好 但是因为这件事情 小可的爸妈 离开了人世 我想 向你和苏家 道个歉 我都不想 也希望你看在 我妈妈在牢里 受了十年苦的份上 不要再恨她了 林峰 我真的没有想到 事实会是这样的 你放心 我不是一个是非不分的人 既然如此 我不会再恨你妈妈了 谢谢你 苏教练 谢谢你 苏教练 我现在担心的是小可 她也知道这件事情了 她听到这个录音以后 她现在 林峰 我明白你的意思 我会去劝劝她的 我会去劝劝她的 谢谢你 苏教练 林峰 喂 我不是让你把钱打得正于地产吗 为什么账上还有这么多资金啊 余总 这是苏小可最新接到的案子 合作坊刚打来的款项 是吗 我真是佩服我自己选人的眼光啊 好 等我跟霍总聊完了 把它全部倒到正与地产账上 余总 您这是要追加投资吗 不然呢 小可还能白陪她吗 可是余总 现在外面传来对正与地产不利的消息 说正与地产非法集资 所谓开发的新项目都是子虚乌有 我们是不是应该防着掉 负面小姐 那就对了 说明正与地产做得大 做得好 有人嫉妒 什么开发商自己练断了 楼市要崩盘 楼市泡沫要破灭 这么多年了 你见过房价下跌吗 不要有那些小事民心态 做任何事 都一定要胆大心心 像你这么畏手畏脚 什么事都做不成 金牌地产开发商 觉不觉得 比金牌经纪人听起来 有七十多了 好 那我现在就让财务把账打过去 我找到了 比如说 这是好演的 耳朷 访问你 早做事 早可 我满口 IFES 你还是只会说道理教训我 你觉得你这样有意思吗 小可 林峰已经让我听过录音笔的内容了 叶晴她确实是被冤枉的 舅舅不是被她退出马路撞死的 是舅妈 是舅妈买通了四季王兵 够了 不要说了 不要侮辱我妈好吗 不管叶晴是不是被冤枉的 在我眼里就是她害死的爸妈 你当初不是也这样认为的吗 小可 我看到你现在这个样子 才明白当初我跟我连吵架的时候 是多么的不可理喻 小可 姐姐特别能理解你 我知道你现在心里特别痛苦 但是我希望你不要再钻牛角尖了好吗 你不要再继续痛苦下去 我不要你整天活在仇恨里面 你说得好轻松 你说得好轻松 你真的说得太轻松了 你原谅人家了是不是 立即不把我爸爸的死放在心上了 是不是 小可 不是这样的 即便我们心里再痛苦再不死了 事实就是事实啊 事实 事实是什么 事实就是叶晴害死了我爸妈 连发运都盼他有罪 连老天爷都让他做了 这就是事实 小可你能不能理智一点 录音笔才是事实 你冷静一点行不行 你给我出去 出去 你不要再继续钻牛角尖了行不行 你冷静一点 你给我出去 出去 小可 出去 出去出去出去 我不要再听你说这些 你 przequote 我真是不出色 我真的犹是不出色 我真的犹是不出色 你犹是不出色 你犹是不出色 我真的犹是不出色 你犹是不出色 还要给预警 那家人人 我这种犹是不出色 你犹是不出色 你要着急 你在做其中心 你犹是不出色 他们运山人 吃他 你得帮人 我也是想得る 更委屈 快 你过去 爸 妈 不管别人怎么说 我们一家人永远站在一起 也请这个女人 害得你们白白惨死 我一定要让她付出代价 让她赎罪 一定 这个人的年卡是怎么回事啊 这个会员是今年新办的 林峰 什么事情还这么高兴 江总 我告诉你 有一个天大的好消息 我找到我妈妈当时 遗落在车祸现场的那支录音笔了 而且里面还记录了 当时王冰和苏健的妻子 在商议如何陷害我妈妈的录音 怎么会有这么巧的事情 这是真的吗 你确切听到他们俩的录音 这千真万确 里面的录音我都听过了 招笔的过程 我一言难解 过程不重要 你可以以后慢慢跟我讲 不过现在这个证据 真的对于我们来说 是天大的喜讯 是啊 阿姨重审的案子 有了很大的希望 你赶紧把那个录音笔给我拿来 然后 我可以上交法庭 越快越好 好的 是小可 接吧 好好说 喂 喂 林峰 那天是我不好 情绪太激动了 我想了一下 还是想要约你见面谈一谈 不知道 你有没有时间 小可 我什么时候都方便 你说在哪儿 好 那我们就约在 常见面的体工队花园 好吗 好的 好的 我马上过去 你等我啊 江总 要不我先去跟小可见面 然后我再去拿录音笔 交给你 看把你急的 快去吧 不过 要好好聊 但是千万不要忘了 录音笔的事情 放心吧 那我走了 嗯 来 Spirit Bart 哥 哥 哥 弟 怎么是你啊 你怎么在这儿 小可约我的 她也约我了 她人呢 还没到啊 这奇怪了 咱再等他一会儿吧 好 来 坐会儿 来 快点 来 老毛 要带我这个新方课 来参观一下你的花园吗 这是一方面 还有一方面 就是给你看一个秘密 三角梅 当然不是了 好 什么钥匙呀 这是我们家的房门钥匙 你记住啊 这是我们的秘密 我把它放在这里 如果你进不了家门的时候 就到这里来拿 走吧 好 小柯怎么还不来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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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哥 他跟你一样 他给你打电话怎么说的 他说 他已经想明白了 想找我出来聊一下 那他干吗给我打电话 然后也给你打电话 这什么意思 是啊 我也觉得奇怪 哥 录音笔你放在哪儿了 我放在家里了呀 怎么 你不会认为 他把咱俩叫出来 然后自己到家里去偷录音笔吧 他不是那种人 什么他不是那种人啊 哥 我了解苏小柯 他的性格跟我太像了 都是不达目的事不罢休的 我还奇怪呢 他怎么能轻易地放弃 阻止咱妈的方案呢 不可能不可能 他绝对不会干这样的事 你等会儿我打个电话 看看他到哪儿了 你帮他打电话 快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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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 真奇怪 爸 你回来得正好啊 为了迎接你妈回来呢 你看哪个颜色比较好 你妈回来啊 当然是用最好的东西迎接的 三颗手机 爸 咱家来过人吗 有啊 小可啊 刚走 怎么了 出什么事情了 爸 真的被你说中了 录音笔不见了 难怪 刚才他理都不理我 一股劲地走出去了 我就说过 小可跟我的做事方式相似 我早应该想到 他把我们两个支开 就是为了回来偷录音笔的 如果是你的话 接下来你会怎么做 我希望你能不必须 接下来你会不信 他把他带走出去了 就来不信 我早就带走出去了 我早就在带走出去了 我早就搁走出去了 我早就说了 我早就叫他 我早就去不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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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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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听我说 你就为了捐肝给咱爸搭上了前程 你不能再因为咱妈的官司送了命 好了好了 别说了 哥 哥 自你 active 我 暖 翻不了岸 我要让你永远在牢里 为我爸妈忏悔赎罪 哥 一宿没睡 吃点东西吧 我是一点吃不下 找不到小可没有录音笔 就以为着 我们之前所有的奴隶 都是白费的 哥 不是白费 最起码我们找到了证人王斌了 找到证人有什么用啊 婉芸不是说了吗 没有录音笔 给咱妈翻案的可能性几乎是零 在这紧要关头 我不能在这儿再躺着了 我要出院 哥 官司重要 你的身体更重要 你知道吗 你万一出去 弟 我自己的身体我自己知道 赶紧给我收拾东西 不行 我不能去 出院手续已经办好了 林宇 你哥的脾气你还不清楚吗 他认准的事儿 有几个人能劝得动的 还不如让他好好地把事情处理完了再回来 谢谢你啊 婉芸 林峰 我帮你是有条件的 你出院之后一定要好好照顾自己 而且在一周之内必须回来 一周 阿姨的再审官司定在下周五开庭 官司一两节 你必须保证给我回来接受治疗 周五 周五是我跟方只答的决赛日 林宇 这是医生开的处方药 你陪你哥出院的时候 记得要去药房拿药 记住了 一定要拿完药才能让他出院 知道吗 我有事 我先走了 谢谢啊 好的 怎么样啊 还是没人接啊 这么大的项目在运作 还有席子到国外玩啊 真是干大事的人啊 翔哥 你干吗 来来来 快过来坐 再喝这么多酒啊 别喝了 你什么时候变成这样的 你是不是想把自己喝死啊 允许子 我要跟你解约 你真喝醉了 跟我解约 你不想阻止夜情犯案吗 翻案 翻案 他永远都别想翻案 我已经把他可以翻案的最重要的证据给毁了 毁了 我明白了 我现在没有利用价值了 是吧 嗯 小可 没想到你变得比我还现实 好 可以解约 不过你要最后帮我办一件事 好 只要你说得出 我就做得到 你说的 我说的 赶紧再给霍总打电话 越快越好 再晚了 他见到的就是个疯子吧 余总 有些不最近啊 我今天早上因为账目合算的问题 我就给霍总打过电话 他就聚接 这会儿怎么就无法接通了呢 我不是说了吧 他出国玩了 余总 还记得前段时间我跟你说 郑宇集团做假项目的事情吗 现在外面消息传得越来越广 行了 我不爱听 你不爱听我也得说 现在霍总涉嫌非法集资 带着钱潜逃国外 被警方控制住了 现在郑宇集团乱成一锅粥了 余总 我告诉过你 李浩 我的全部家当 和身边所有能借的钱 全押在这个项目上 你最好不要给我开这种玩笑 可是余总 我早就劝过您啊 当时您借朋友的钱也签过约啊 这也属于非法集资 现在马上和我们来不回来 我怎么这么做 我早就说你的人 真的有差别 完全是希望 我เพ厉害 你怎么做 你怎么做 我才能够抬起来 你怎么做 你怎么做 我 resol属于 我怎么做 我可以很難免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公司还有很多艺人 把他们照顾好 李昊 按照你的方法 把公司经营下去 带走 于君子 你不许走 把我的合同拿回来 我还没有跟你解约 小卡 你自由了 他说什么 我自由了 对 你确实自由了 我自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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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我自由了 至少 尊重 你 toggle � promotion 你 нее賓 那儿 找你 行人 你们 你们俩怎么来了 你要出国了 我们来送送你啊 对了 你爸爸的事情 处理得怎么样了 我爸的债务已经还清了 他终于可以放下心了 所以 决定回老家安度晚年了 搞好我也想换个环境 然后重新开始新的生活 顺便再找到我的真命天子 欣然 你一定会遇到一个好男人的 那是当然了 凭我的条件 害怕嫁不出去吗 倒是你呀 赶紧要个孩子吧 这些年来 我也想到自己 潜积在名利之中 混乱无状的 就像一场噩梦一样 唯一给我留下美好印象的 就是你们 真的很谢谢你们 沐妍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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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國外, 照顧我自己 蘇婷, 謝謝你給了我最珍貴的友情 保重啊 我要走了 再見 走 欣然這麼多年也真的很不容易啊 你幾個意思啊 後悔了 去啊 來去啊 追他去啊 追他去追他去啊 我要是真去了 你捨得啊 咱們已經領證了 剛才欣然說的你聽見了啊 那什麼時候辦婚禮啊 這事要問我嗎 當然要問你了 蘇大教練什麼時候結婚呢 聽聽 你唱歌 聽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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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聽 我說話有這麼噁心嗎 聽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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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聽 您怎麼是 你好 我先 ebenfalls 陪 Mitglied 我自己 Jr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